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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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 王俊霞的丈夫收养了第一个流浪的孩子 从此王家的爱心闸门一发不可收拾 那一顿谁吃呢 家伟 家伟能吃几个 包可 八个 八个 你吃几个 四个 2012年丈夫去世 家庭所有的重担 烙在了王俊霞的身上 看清何笑福 全人发出生必必皆辛苦 别出去 为了减轻加多负担 孩子们向王俊霞提出要到外面表演的想法 却遭到拒绝 现在孩子们悄悄来到告白现场希望用行动说服他们的娘那么王俊霞在知道事情真相后会来到节目现场接手告白吗 他们这个表情都要争执 说哭马上就哭说笑马上就笑 跟这样一群孩子在一块很显然是快乐的 我们派一个孩子来开启告白之门好不好 谁来 刘亮 刘亮你来 出这演出的 如果他来了但始终不同意怎么办 你不听娘的话吗 我只请娘 你现在已经老了 我们也长大了 我们只是想找一个大舞台 想出挣钱 为你们负担一些责任 现在反而来 我应该报答你们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一 妈妈我想你 妈妈我就想你 妈妈你温暖的笑容 一直都在我心间 这七个孩子刚刚在上面的时候 有哭有笑有特闹的 怎么你一上来之后都嚎啕大哭 你们怎么会有一种这样的超过去源的感情 就叫的是他们可怜 由于我一口饭吃 我愿意叫孩子由他们一口饭吃 但这不是一个镜头啊 那如果以后还有类似于这样的孩子 那怎么办呢 如果愿意上我们这来 我可以还要收聊他们 没有饭吃 我想一切办法也叫我孩子们吃饱 穿暖 刚才这几个小子说 你不让他们出去表演 他们很小 我舍不得 我怕出事 我孩子们碰着摔着的 我不放心 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七个孩子吗 张成熙和张成燕 他们是一对软生兄妹 他们上我们家来的时候 他们才九岁 当时姑娘啊 她不会连辫子都不会输 我给我孩子输辫子 每天输辫子 洗衣服 交替我们孩子们做事 起回来 她爸爸妈妈 失去 没有爸爸妈妈 她姑姑 哀求地上 我说送着孩子来 就 来着进去就哭 我老板哼 我又说 我说你哭什么大妹妹 你怎么意思 我说孩子们要了 我要给你送来 当时呢 来的时候 那孩子就是 很不懂事 老了人 让人买的这个肥头上的个粉 他要扛下去 哎呀 满天满天 特别顽皮 当时我收留他以后 有一天我大意了 这孩子就跑掉了 很多人找 都找不着 我很着急 当时记得我都哭了 我说要找不着孩子怎么办啊 他来了多少年了 五年了 五年了 这个是最小 他来个是八岁 他现在他十二岁 王俊霞说起孩子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如数家珍 生活再艰苦 王俊霞也不忍心 让还未成年的孩子们 出去表演 那么今天 他会接受孩子们的告白吗 你跟这些孩子在一起 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 幸福肯定是有的 还有什么别的滋味吗 跟自己的儿女一样 有心酸吗 那当然有心酸的 有压力吗 有压力 我叫他也没压力 我叫他给我们孩子们 陪他高兴 今天这七个孩子 到我们完美告白来 想要跟你说 自己的心里话 接下来时间就给 你们 听一听孩子到底想说什么 接下来是孩子们的告白时间 娘 你就让我演出去吧 不行 娘 我让人家人家出人家出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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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们去吧 让我们去吧 不可以答应的 娘 不会答应的 你让我们去吧 不行 不行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不行 你们太小了 你们太小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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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太小了 娘你让我们去呗 太小了我不答应 你刚才你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娘很着急找不着你们 你们长大了以后又可以 现在很小我不答应这个事 娘没事 娘你看我的 看我的表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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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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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爱你 我要我爱你 你要让我们出去 你要出去吧 不想让你把人家复带 我真的没办法想象 他们是 怎么走过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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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连拍 八戒 嘴不要抹那么高 九连拍 八零后呢 感觉是看见了苦的样子 九零后是完全痴呆 七零后还好了 祖国的花孤独 六零后最可爱了 掌声送给他们 来 请回 说你自己的正事吧 有一天我在微博上 突然看到一张照片 就是扮演陆飞的照片 当时就把我迷住了 然后之后经过我几天的查找 我知道他叫小鬼爷 今年十九岁在上大二 他真的是特别帅 他扮演陆飞的时候 当时我就迷住了 后来我就开始 关注他的微博 然后慢慢的我发现 我喜欢的不只是 他扮演那个角色 他本人我也特别的喜欢 真是特别的喜欢 小鬼爷到底长什么样 为什么能够迷住这萝莉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照片 就是这个 那时候你不觉得很帅吗 这些照片都做了 我的手机壁纸 这不像真人呢 这不确定是男生还是女生 肯定是个男生 这么帅气 小鬼爷是他的艺名 对 他本名叫什么 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真人 梦里见过 经常见 梦里 见过他 梦想过跟他干什么 当然是在一起了 在一起好多种 我别想歪了 我所指的在一起是 比如说在梦里 跟他做朋友啊 当然能做夫妻 其实更好了 这90后可真的 有的时候是够open的 大家说是你太疯了 你今天想梦想通真是吗 对 你可别计讽我 我可以让你 不实行这个梦想的 哥哥我错了 人类进化得太快了 刚才还大叔 现在变大哥了 我觉得你好执着呀 小妹妹 对你这么执着 你爸妈知道吗 你这么顽皮 让我们怎么跟你玩耍 最关键的是 你觉得你喜欢他的帅 喜欢他扮演的cosplay 但你觉得 除了他长得帅 你还喜欢他什么呀 他经常也会在微博上 发一些他做饭的照片 你们想一个大男生 会做饭 所以我老公也会做饭呀 对呀 还做过什么 家里厕所里面 没有贴他的画像吗 没有 但是他的照片 都是我手机和电脑的壁纸 我每天都会去看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喜欢 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喜欢 区分开了 这种喜欢你可能是小时候不懂事啊 但是别跟爱情混为一谈好吗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你当走一步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时的你非常幼稚 希望你能够很快成长 祝贺你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站在这里的话 我七月份就要出国留学了 我怕如果今天我见不到他 你不走了 对 我会不走 我不见到他 我就是不走 那你见到了他又能怎样呢 我要亲口告诉他 我有多么喜欢他 没有他我谁都不要 你现在眼前毛已经掉起来了 镜头上会比较难看 你是愿意以真实的面目 借你的偶像 把他现在就把他撕下来 耍脱一些 好 掌声再次送给他 这种感以真面目 见自己的偶像 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 如果见了他 但是不是心中所想 那怎么办 不会的 通过他的微博 我已经足够了解他这个人 所以 即使就算有些反差 但我还是会喜欢他 你们仨给他加油 你们仨给他加油的具体方式 是把自己的眼睫毛也撕掉 真撕了 带头了 对 这才是姐妹 谢谢你们 来 接下来请你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 有必要问到你几个问题 小呆 你觉得他会来吗 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如果他来了之后 和你所想象的 所了解到的反差 其大 怎么办 我不在乎 因为我已经更喜欢他了 我喜欢到他 就是可以帮助他所有的缺点 那如果他说 我只能跟你保持 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不可以做夫妻 那我尽力去争取 知道我 让他接受我 那如果说 他说我们之间只可以做朋友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怎么办 只要我没有结婚 我照样还是有机会的 我的妈呀 好吧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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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确认 我们确认不了 有点尴尬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能仗着你五官清秀 你就老扮演男的 这个问题其实就像京剧 京剧有很多长得很清秀的男生 也会扮演女生 我觉得我可以扮演男生 就扮演男生了 你做一个男生的pose 刚才里面随便一个pose 做给我们看一下 好吧 我们问一下小单 你做何感想啊 哎呦 我好喜欢 我好喜欢 我今天看上微博 我就是挺纠结的 其实我刚开始是知道这个人的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 要到我的手机号 今天给我发短信 然后后来要加我的QTO 然后微博一天 好几条私信这些的 但是我并没有回 如果要是一天到晚都在给你发 包括还有短信这些东西 你就会觉得对你的这个生活 还是造成了不一定的困扰 对 小单 你还想要告白吗 要再敢告白我佩服你 我来问问问 那三个妹妹的意见好不好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建议给小单 我觉得至少她这份感情 可以告诉她 不管是不是爱情 至少把心中这种感情传达给她 我觉得这就够了 加油小单 谢谢 我觉得还是不要告白好了吧 这样以后自己的路也不好走 给对方也会带来困扰吗 小单 其实我还是想跟她单独聊聊 好 接下来是小呆的告白时间 首先还是想要感谢你 就是对我一直的支持 就是也说一声对不起 也没有想到我出的这些男性角色呢 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对不起 我今天站在这儿不光是以一个女孩子的身份告诉你 也是以你喜欢的路飞的身份告诉你 我现在你也知道了我是个女孩了 所以你不可能再去喜欢我了 然后 你为什么要是个女的 她是个男生多好 最 我爸我妈 把我生下来就是个女孩啊 这我不能因为你是个喜欢男孩 我就变成男孩了 我不希望你能把这两个世界就是搞混 我希望你以后能在那个正常的生活中慢慢走下去 对 我刚刚听说你要出国了明年 是吧 我希望你因为我耽误你的出国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在国外学习 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你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另一半 真心爱你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 小呆一句话都没说 小呆笑来 你刚才是很苦涩的笑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想过无数的结局 但是从没有想过是这样的 但是我今天能够见到小鬼爷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之所以今天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更多的只是因为 你想的太多了 我甚至质疑你 是因为你自己的偶像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今生上简单的爱 她是个女生也没问题啊 你欣赏她的作品就可以了 你可以照样在原来的生活当中去关注她的作品 而不是关注她的本人 你认为呢 今后我也一样会喜欢小鬼爷 就算她是女生 我还是会支持她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关系更好 对于将来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的一些价值观 也有更好的引导 好吗 你们两个拥抱一下 好吧 今天本来是四个小罗莉 四个小女孩来向一个富有男子气概的偶像告白 但结果我们看见了五个可爱的小女孩 一个稍微男性化一点 假小子 但是我们希望你们五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事业上 走得更好更远 友谊天长地久 祝福你们 来 请回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出下一位告白人 你好 你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张谦 来自黑龙京城双阿山市 我2013年7月份走出校园 然后刚参加工作 今年26岁 到这来向谁告白 向我相恋了四年的女朋友陈月明 我们是大学同学 在大夏二的时候我们相恋了 我们本来计划的是在三年之后等她研究生毕业 然后我在她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向她求婚 让她成了我的新娘 但是事情有发生了变化 我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提前 发生什么变化 她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 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会有多少 可以问一下你女朋友的患者病症是什么 就是白血病的一种 那你今天来告白 告白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希望给她一项婚礼 然后今天能在大家的见证下 让她成为一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别的告白都有一点特别之处 别人结婚或者是告白 都是希望在告白之后 两个人能够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是有点赶不及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 给他一场这样特殊的婚礼 你的父母和他的父母都同意 他的父母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很接纳 虽然说父母不太支持 但是他们说儿子你也大了 你这种事情可以办吧 你今天来求婚 有没有带点特别纪念意义的礼物 我只准备了一个 很普通很小的礼物 为什么有没有带点特别的 就像是一个一个人 才会连开的 你会那么多小的 你会看到这些人 也会有多新的心点 你会让我选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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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感谢观看 刚才问你怕不怕 将来有很多种可能吧 我现在尽量不让自己想太远 就是回来当下吧 就是今天开心今天就值得 你的男朋友 好 接下来是 感谢观看 下班之后跟你一起看电影 那种快乐的场面 可以说今天带大家见证一下 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新娘 我们不去想太远 但是今天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新娘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每天晚上睡去之后 我都当我已经死去 第二天早上 当我重新复活过来 我们有意可以再一次相爱 每天如此 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 我相信你们此时此刻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请月明去把婚纱换上 我们好好的筹备一下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每个观众 编导会给你们发一枝花 待会每个方正的观众当中派出一位 把这些花再收起来献给新娘 同时我们嘉宾席的90后的两位姑娘 到前面来给新郎新娘做一次伴娘 好不好 80后的两位男生来做一次伴郎 我们共同的把这次婚礼办好 给月明一个最精彩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张谦和陈岳明的婚礼 我作为他们的私仪 首先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和嘉宾团的朋友们 参与他们的婚礼 给予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他们 接下来 赵丽 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 首先张谦 你是否愿意娶陈岳明为妻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在你们指手相望时 从今天开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贫穷与富贵 无论健康与疾病 你都愿意至死相随地照顾他 我愿意 关心他 我愿意 爱护他 我愿意 同样的问题问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舞台上表现 没有我们以前所想象到 会出现的情节 却有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性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每个人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再一天就要好好的爱一天 因为谁都不知道 自己手里边 明天还能攥住什么 过好当下 过好自己的生活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福专家 金润珍珠冠名播出的 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